在波士顿市长吴米和波士顿前市议长费莲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特定于2024年2月10日,在波士顿市政厅一层举办农历新年春晚联欢会。 联欢会需要您的全力支持,同时它也将成为您和您的企业对这一事件不可磨灭的贡献。 联欢会将在全球直播,这也将为您带来特别宝贵广泛的宣传机会。详细赞助信息欢迎扫码联系,期待您的参与。 属灾加剧,波士顿获变波鼠顿 紧急防控,华盛顿州爆发致命真菌感染 拜登为财务困境学生减免巨额债务 波士顿市议会中批1300万美元反恐拨款 布鲁克兰停车费上涨 鼠灾加剧,波士顿获变波鼠顿 波士顿被评为全美老鼠最为猖獗的城市之一 正积极采取措施消灭这一问题 根据害虫防治公司每年发布的老鼠城市排名 波士顿已经连续4年跻身 Arkins List of Redist Cities的前13位 该排名基于各都市区报告的灭属治疗数量 据了解,去年波士顿公共311服务请求数据库 记录了大约3900起与镊齿动物相关的投诉 目前,害虫防治工作由公共工程部、检查部门 以及供水和污水处理委员会负责 波士顿市议员爱德华·卫廉正在推动 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来处理老鼠问题 以其提高问题的处理效率 紧急防控 华盛顿州爆发致命真菌感染 近日,华盛顿州爆发罕见的致命真菌感染 已有4人检测呈阳性 西雅图河京县卫生官员表示 这是该州首次发现的耳念珠菌基群感染 据了解,耳念珠菌感染在美国持续蔓延 自2016年以来每年都有病例增加 该病原体对一些抗真菌药物、耳药 常感染免疫系统较弱的患者 目前所有私立感染者都是西雅图的Kindred医院患者 这是一家长期急症护理医院 卫生部门强调目前没有死亡病例 耳念珠菌感染的扩散引起了关注 美国卫生部门正在采取措施防控疫情 拜登为财务困境学生减免巨额债务 拜登政府昨天宣布 将致力于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学生贷款 借款人提供减免 在拜登学生贷款减免B计划中 政府转向规则制定程序 以找到途径在最高法院设定的限额内 为尽可能多的借款人减免学生债务 此前最高法院否决了总统取消 数千万美国人最高2万美元 学生债务的行政命令 在规则制定会议中 担负确定修订后 援助计划资格的谈判人员 提出了一系列借款人 包括余额较高和就读质量 有问题学校的学生 然而政府也面临扩大 对财务困难借款人援助的压力 一些立法者担忧规则 可能无法为最脆弱的借款人 提供足够减免 教育部消息人士透露 教育部正寻找方法 在最高法院限额内 为仅可能多的借款人 减免学生债务 预计拜登的B计划 可减免约1000万人的学生债务 总统可能在11月总统选举前 试图缓解这一情况 波士顿市议会中批1300万美元反恐拨款 尽管表决过程中发生争议 波士顿市议会昨天最终批准了一项 价值1300万美元的联邦反恐不主义拨款 反恐不主义拨款在去年12月和上周 曾因被提交委员会而被阻止 但在公共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布莱尔·沃雷尔 将其从绿表中取出后进行了表决 最终以11比0比2的投票通过 该拨款资助该地区9个城镇的反恐不主义行动 来自警察和消防工会的代表在场 期待美国国土安全部拨款的行动 消防工会发表声明 敦促市议会投票支持联邦拨款 布鲁克兰停车费上涨 布鲁克兰委员会本周二一致投票通过 将提高停车费 据了解 每小时的停车费将全面提高到2美元 取消了之前的三级制度 原先的制度根据街道的不同 分别是每小时75美分 1.25美元和2美元 布鲁克兰官员预计 新的停车费将带来 约1425000美元的额外年度收入 布鲁克兰News首次报道了此次上调 指出新费率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生效 公共工程专员爱林丘特告诉特别委员会 目前的费率明显低于周边地区的市场标准 例如波士顿的停车费 从每小时2美元到3.75美元不等 该地区上一次提高停车费是在2016年 原计划在2020年 但因COVID-19大流行而推迟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Happy Holidays 在波士顿市长吴米和波士顿前市议长 费莲先生的大力支持下 特定于2024年2月10号 在波士顿市政厅一层举办农历新年春晚联欢会 联欢会需要您的全力支持 同时它也将成为您和您的企业 对这一事件不可磨灭的贡献 联欢会将在全球直播 这也将为您带来特别宝贵广泛的宣传机会 详细赞助信息欢迎扫码联系 期待您的参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Seriously